祝您早安晚安晚安 我是Mandy 我回来啦 OK好那今天的视频呢 其实是讲一讲我最近的爱用品 这一次的爱用品呢 主要是跟身体相关 大部分呢都是跟皮肤相关 包含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自己购买得到的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包括一些厂家赠送的 我会在下面的标注里面写清楚 第三种呢是我用了之后 非常非常好用 然后我自己去入了产品的代理的 我会用add这个形式来标注 跟大家讲一下我的肤质 混油皮 然后我每个月有定期的姨妈豆 应该是内分泌需要调理 T恤就是比较油吧 毛孔比较大 这些基本上都是我肌肤的一些困扰 坐标是加拿大多伦多 这边的天气一般都比较干 那我先来讲一讲 第一个我觉得要给大家推荐的 就按我平常的护肤顺序来讲 Laura这么一款洗面奶 然后这一款洗面奶给我最大的感觉呢 就是非常温和 但是它的清洁力是够的 因为我最近在研究很多跟护肤相关的一些东西 再加上我自己的有一个side business 也是跟护肤品相关的 所以就在找一些可以不伤害皮肤屏障 但是又能做到足够清洁功能的一个洗面奶 那Laura这一款呢 就是可以做到这么一款 它最大的特点 就是起泡的泡沫 非常非常的细腻 它洗完之后不会假滑 但是清洗得很干净 在这个地方 做给大家科普一个用洗面奶比较正确的方式 洗面奶应该先起泡 一定要起泡之后再用 因为洗面奶起泡之后 里面还能空气和它洗面奶本身的成分 就可以让我们的毛孔清洁得更加干净 洗面奶不应该是揉搓式上脸 而应该是按压式 就是你洗完的泡泡直接按压上脸 这样对整个清洁效果是最有效的 这个是关于洗面奶部分 然后洗完脸之后呢 我一般会用一个东西叫做基底液 这款是我自己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然后导致我直接入了他们家代理 所以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推荐一下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广告 Seriously我觉得是真的好用 然后我才愿意放到我自己的视频里面 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朋友 然后看到他们说这个基底液 对痘痘基因有非常好的这个调节皮肤PH值的效果 然后呢我每个月都会长姨妈豆 所以我当时入这个产品当时就是想试一试看它有没有那种 第一就是对痘痘消炎的什么的一个作用 第二就是他说这个产品本身呢 对其他的护肤品吸收也会促进一些 所以我当时就入了 入了之后我最大的感受 第一个点就是如果我有姨妈豆 我把这个产品点涂在我的这个额头上 那这个姨妈豆真的第二天起来就会消很多 不会说就是完全没有 我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他就是这个红肿的痘痘是会有消炎作用 第二个就是用完它之后用其他护肤品 真的是事半功倍 有一些护肤品在我一开始用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效果的 比如说兰蔻的精唇面霜 我在小红书上面看很多人都说 诶用完之后你的皮肤会变得砰砰的软软的 我用完之后没有特别大效果 但是我用完肌底液之后再用那一款面霜真的是 效果一下就出来了早上起来脸真的是软软的 然后关于这款肌底液呢 可以给大家看它的质地 它的质地其实是那种鸡蛋清的质地 就是一看其实还挺恶心的 然后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它正确的使用方法是 如果你不是痘痘肌 你需要在手里面揉搓 揉搓到它可以拉丝 拉成这种白色的丝 然后再上脸 这个东西看起来虽然非常非常的粘腻 但是其实上脸的时候呢并不会像就是看起来那么粘腻 就是它出来的效果呢其实是非常非常清爽的 然后接着我们来谈下一步 用完肌底液之后 如果你自己毛孔比较粗 我真的是强烈建议你用这一款产品 这一款产品其实是一个水洋酸的一个酸类的棉片 这个棉片呢既可以敷在你的皮肤上面 又可以做这个二次清洁 这个棉片我自己用下来最大的感觉就是对毛孔 缩小毛孔真的是有比较肉眼可见的效果 我自己一开始的用法呢是擦拭 然后擦拭其实效果我觉得还不太明显 我昨天晚上其实才敷完这一个 就我额头的毛孔其实是比较粗大的 一直是我心里面的一个非常大的困扰 我当时用完之后第一就是摸着感觉 整个这一块皮都平滑了 然后去镜子里面一看 虽然毛孔还是肉眼可见 但是我当时最大的感觉就是 就是皮肤在发光 就整个这一片脑门都在发光 有一种那种打了那种水光针的那种感觉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呢 对于那一种就是经常长痘的 然后毛孔比较粗大的人 真的是非常有必要可以用一用的 我买的这一个呢是Sensitive的这个Skin Time 因为一开始我害怕我自己的皮肤不耐受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Sensitive呢 更大的问题是它的功效可能没有那么猛 它不是一款非常猛的一个猛样 所以如果你的毛孔已经是非常粗大的话 你可能需要靠敷而不是靠擦拭来解决你自己的毛孔问题 我最近又有在用另外一款产品 这款产品呢它拆卸的包装 我都有放到我这个盒子里面 它就是一款玻尿酸 然后这款玻尿酸呢是分了不同浓度的一个安平 给大家看一看就是第一个是这个0.6的这个安平 这个是0.6的然后还有一个0.8的安平 最后还有一个1.0的安平 也是我在朋友圈上面看到有人在卖这个 然后我就说诶试一试 因为它当时卖的时候呢主打的一个功效 就是说这是市面上唯一一款可以直达皮肤真皮层的一款玻尿酸安平 然后真皮层大家都知道就是所有护肤品 其实要达到最好的效果永远是要直达肌底 因为达到肌底的话呢营养吸收才会更好 才能让你皮肤表层所有东西该补的补到 第一次呢用的是0.6那个浓度 然后它建议的用法是用水膜这种用法 就是把这个玻尿酸混在那个纸膜 然后配那个矿泉水按1比15的比例去敷在脸上 玻尿酸这种东西呢本身其实它是不产水的 它只是锁水功能比较好 所以你要狂喷喷雾在你的脸上 敷下来第一个感觉就是摸起来皮肤是真的变软了 就是很软弱 然后第二个感觉就是第一皮肤变亮了 这个变亮呢其实在它给我讲的这个功效里面呢 其实是没有只是说有补水的效果 但在我自己的脸上这个反应其实是比较大的 我当时就觉得哇呀就这么一支 然后居然有这么好的效果 所以呢again我的护肤business 所以我当时就立马入了这个牌子的这个代理 然后他们家的这个玻尿酸的卖法呢 其实就是按这种一板一板就是七支七支一周的量 在卖 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详情呢 可以加我的那个工作微信去了解 好接着这么一款香奈儿的这个金钻面霜 啊这个金钻面霜真的是 其实是我妈给我的 我前段时间回成都的时候 她就说哎呀你用没用过 香奈儿的这个护肤品 她说这个真的还不错 我以前用香奈儿用过他们最基础的 那个保湿系列的那一篮 香味很重 但是保湿的效果我真的在我皮肤上看不见 所以我当时其实内心有点拒绝 但我妈就说哎呀我给你一套你拿去用一用 她当时呢就给了我一个香奈儿的金钻面霜 然后再加他们的这个精华 就这两个东西 然后我拿回来用 哇哦我真的是觉得 Oh my god刷新了我对 香奈儿护肤品的认知 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是在我还没有接触 Laura基底液之前我就开始用 现在已经给你们看 已经其实快空瓶了 你们应该已经看到我对她有多喜爱 然后这个我会马上回去回购 因为这个真的太好用了 这个东西就是第一 它真的是一款非常全效的一个面霜 怎么说呢我用完第一感觉是脸真的是均匀肤色 第二天起来脸是真的会变亮 而且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皮肤并不是非常好吸收的那一种 我觉得其实我毛孔挺堵塞的 因为我用很多护肤品都没有别人说的那一种功效 所以我其实知道我皮肤吸收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 但是用这个金钻面霜真的没有 它所说的效果真的在我脸上真的有显现 皮肤变软糯 然后皮肤有提亮 然后就是整个皮肤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就是变年轻 然后有点那种充好垫的那种感觉 肉眼可见是有效果的 然后当时用的时候我还搭配了 这Snell的这个应该算是一款金油吧 然后这款金油也是惊艳到我了 我觉得它们俩混在一起 这一年没有尝试过更好的面霜了 它虽然质地上是那种金油的油腻感 但是呢其实它第二天真的会被完全吸收 我觉得全效就是我能对它想到就是最好的词去概括 所以这两款我真的是觉得 如果你是在找一款抗初老的一款产品 然后想走一点全效功能的话 我真的建议你去试一试这一个 然后再来防晒霜 那这个防晒霜真的是最近非常非常喜欢的 首先想讲一讲我对防晒霜整体的理解 我用过无论是物理防晒还是化学防晒 防晒霜在我脑袋里面的印象就是 一定有一股味道是我接受不了的 而它们都有共同的油腻感 就无论它怎么就是吹捧它的什么保湿功效 但我用下来的感觉都是非常非常不好 所以导致我其实是个非常不喜欢上防晒的人 这一款however没有 这一款呢它的名字叫Relief Sun Moisturizer 它这个名字就用得非常非常好 可是我自己在用的时候最大的感觉就是 它真的是有Moisturize的功效 它自己非常像是那种Calm Cream 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用上去之后 你的皮肤变得特别的正经 however它自己的这个防晒功效是 SPF50加PA4个加 所以我觉得在加拿大就是日常用是完全OK的 我自己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臭味 没有油腻感 为什么要给大家推防晒霜呢 因为防晒真的是所有人护肤一定要走的一步 护肤里面其实无非就是清洁保湿防晒 这三步做好你的皮肤其实已经会有很大很大的改变了 很多人做不好这三步 所以皮肤就算是清洁的再好保湿的再好 第二天太阳光一照然后UVABC一进来 你皮肤其实又变得就是前功尽弃了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推防晒霜 其实也是在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 就是护肤一定一定要防晒 接着再来 Esob的这个Tassie这么一款香水 这个香水应该是 我没有看到过特别特别多的人推 但是我觉得是非常好闻的一款香水 当然这个真的见仁见智 我喜欢的味道不一定你喜欢 我先来讲一讲我喜欢的味道大概像是哪一种 比较fresh的然后比较清新的 我比较喜欢木质的香味 我喜欢闻了让我更想闻的香味 OK这句话听起来非常像废话 因为这个东西的香味呢 我自己觉得 它是给我很奇妙的味道 草药味 有那种就是 我喷完闻到这个味道的脑子里面的想法 就是走进一种大英博物馆里面 然后在某一个区域 然后有一堆藏书 我脑子里面是这样的画面 我觉得这个味道我很难用 就是具体的言语去形容 我觉得就是木雕加一点点花香 然后有一点点那种 old age的感觉 就是我真的是强烈建议你们去他们家 真的去闻一闻这个香水 当然我身边也有直男 就是在我喷完之后呢 就是问过我今天是不是喝中药了 so你们应该也能看出来 就是这个香水 其实是真的非常见仁见智的 再来给你们推一个 就是这个Eso的Trial的这个套组 然后这个套组呢 主要是室内香氛套组 我一开始觉得他们家最好闻的这个味道呢 叫做Cithera 然后这个味道给我感觉就是那种 很抑郁的花香 闻到这个味道就知道 第一瞬间我就爱上它了 这个味道我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 然后我其实因为这个味道 才满在另外两瓶一个套组 however另外两瓶呢 一开始我内心是觉得我有点 稍微有点后悔 因为我觉得怎么回事 就是另外两个味道 也不是我脑袋里面想的 其中第一个让我觉得很后悔的味道 就是这个叫做Alos 花椒啊胡椒啊 就是你们能想到的那种香料混在一起 但是为什么我突然又不后悔 因为我有一天就是在家里面 然后家里面的房间就有一点 我觉得就是通风没有太通 然后导致那个空气可能不是很清新 然后我当时就想随便喷一点 然后sense我自己不太喜欢这个Alos这个味道 我想到我就狂喷狂喷狂喷 OK然后喷完之后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哇这个味道真的好好闻 它是那种你需要沉下来闻的味道 而且你不能就是对着这个喷头 喷在那个柿子上 然后闻一下 你喷在柿子上闻 Oh my God 这个味道你接受不了了 但是如果你把它喷在房间里面 然后在那个房间里面可能静置个 like半个小时 你再走进那个房间 你会觉得这个房间超级有那种书香气息 我就觉得这个味道就是让我很惊喜 就是一开始其实我是一点也不喜欢的 然后接着居然我变成那么那么喜欢它的一个味道 所以我就觉得Oh my God 就是Esof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一个品牌 然后最后有一个味道叫做这个Eastros 这个Eastros呢 其实我没有太怎么去喷它 但是呢我自己觉得它是一个 就是介于刚刚讲的这两个味道之间的一个味道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三个对我来说 我都没有踩雷 就是一开始闻可能真的有踩雷的状况 但是喷到后面会发现 你但凡把它用成Room Spray Yeah It serves its purpose well 那最后最后一个 Kopov他们家的一个筋膜枪 最大给我的感受就是放松皮肤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 所有就是做运动的 无论你是健身啊 就是你去找私人教练啊 还是你是做那种专业运动的 其实很多人都会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你要放松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 在我在小学操场跑步 那个时候跑步可厉害了 我是那种短跑运动员 然后每次跑完之后 我的教练都说 你一定要让别人踩一踩你的大腿 你的小腿 你的屁股 你一定要放松 不然你的肌肉就会变得特别的不好看 就是你们能想象到那种青蛙的那种样子 Exactly就是青蛙的那个腿啊 那个手的那种样子 就可能跟我们现代人的审美不太一样 弄完之后 你是通过一套非常科学的流程 把你肌肉放松后才去休息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吧 因为很多人在健身的时候 可能会追求猛 追求用力 但是其实真正科学的健身方式 可能不是就是push your limit 而应该是让你整个人enjoy过程 然后让你真的锻炼锻得开心 然后后期你还想继续锻炼 这个大概就是我这一期视频的全部了 然后把最近用到好用的 喜欢的都推荐给你们 如果你们对这些产品感兴趣呢 可以去下面的info box 看一下他们的具体信息 如果你们觉得这期视频 你们很喜欢 别忘记给我的视频点一个赞 如果你们觉得这期视频 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呢 也欢迎给我的视频留言 那这个就是这一期视频啦 那祝你们早安午安晚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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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Go by bwd6